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曾經當過美麗島世代的律師 所以他比所有的行政院長來講 他應該對司法是更加的有概念 但上禮拜五他有兩段話的主張 讓大家覺得說 這真的是當過美麗島律師說的話嗎 其中一個部分是針對陳同佳案 他認為說幫他辯護的 這一些律師是魔鬼一一現行 這讓大家有點傻眼 因為不管是任何人 所謂在這個法院判他有罪之前 都應該是無罪推定的 所有的律師都有責任 去幫他們打這個官司 所以蘇貞昌這樣子幫他貼標籤 說他們是魔鬼 就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當過律師的人 怎麼會講出這一種的論調 就連陳水扁他都跳出來了 他覺得說陳水扁 這個蘇貞昌以前當過美麗島 是一個最小世代的律師 照理講他對法律應該非常熟悉 那怎麼會講出這一種 不符合專業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他針對 上禮拜五在打詢的過程中 他對有一些已經判刑的 這個案件 殺人案件裡面 他認為判得太輕了 應該要判死刑 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神政院長是不是要干預司法 我們先來看一個第一個部分 上禮拜五的時候蘇貞昌說 馬英九還有他的密友律師 陳長文已經到香港 為港府反送中解套來播話 他的律師為兇手辯護 律師為兇手辯護 那馬英九在半哽咽 同行被害家屬 正邪牧師居中跑腿 坎坎坎坎坎坎坎就是前客的意思 國民黨再來邀嚇唱賀 現在招邀進一招 魔鬼跟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現行 這個大家覺得很傻眼 怎麼會有當過律師的人講出 這一種所謂幫兇手來辯護 就是所謂的魔鬼這件事情 所以陳長文其實反應非常快 他在隔一天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他寫這一篇文章的時候 他特別前面有個開場感性的喊話 他說他今天要對話的對象 不是行政院長蘇貞昌 而是當過律師的蘇律師 他說先說有沒有官職的陳長文 有沒有能力到港府 幫反送中解套 他說事實上重點在這裡 過去一年來 他根本沒有去過香港 因為蘇貞昌只供他跑到香港 幫港府來做解套 所以他特別強調事實上 他一年來根本都沒有去過 他說有些政治人物 說謊已經是常態了 他也不意外 蘇業長的栽贓抹黑 只是有一些感慨 為了政治 人性居然會變得如此廉價 到底什麼時候 律師為犯罪的嫌疑人辯護 居然會變成魔鬼 他覺得不能理解 什麼時候為了當行政院長 蘇律師怎麼會連正當的法律程序 所謂的無罪推定 這些法律人的ABC 都忘得這麼一干二淨 謝長廷大使當年也幫陳敬新的妻子辯護 難道他也是蘇貞昌口中的魔鬼嗎 10月26號蘇貞昌又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一年沒有去香港 這是一個典型的詭辯 不是說律師不可以為兇嫌辯護 而是律師到香港幫反送中解套 這才是讓人家質疑的地方 10月27號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成 他出來講 蘇貞昌等於是造謠抹黑 騙了神明又騙人民 還想要繼續騙 欺騙過神明的人 才有資格說人家是魔鬼 心中有魔鬼 眼睛看到什麼都是魔鬼 他勸蘇貞昌應該要先端正自己的心 再來批評其他人 針對另外這件事情 陳水扁沒有想到出人意外的 他就在臉書裡面做了一個評論 而且這個評論的 連國民黨的人都拍手叫好 陳水扁說這個蘇貞昌 不應該用馬英九的律師幫兇手來辯護 引導出所謂的魔鬼一一現行 這是政治語言 這不是正常的司法語言 做一個法律人跟美麗島律師 該說的話 否則謝長廷挺身幫殺人兇手辯護 幫陳靜欣來辯護 那要怎麼解釋 那這要叫做魔鬼中的魔鬼嗎 行事訴訟法裡面 有所謂的無罪推定 而且律師的天職有兩個 第一個要確保當事人 不會在證據還沒有確定的情況之下 他被定罪 第二個就是如果 證據確鑿的話 要確保他的當事人 不會受到不合理的懲罰 這是律師的天職的兩個部分 所以國民黨的這個羅志強 他就說這一次他要給 陳水扁一個掌聲 得了官癌的蘇貞昌律師 丹若律師的話你都忘了嗎 陳昌宏律師的話你不屑的話 那陳水扁律師的話 你要不要聽一聽 這是他們發現到的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話題他講到執行死刑的部分 蘇貞昌說有一些罪惡天地不容 譬如說燒死自己的爸爸等等 總共六個人 或者當著人家面的媽媽 媽媽的面前把孩子的頭顱砍掉 滾到水溝 實行判決定驗之前 就應該要趕快執行 可是這樣講話就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選舉到了 有選舉的考量 所以在平常過去幾年 只有執行過一個死刑 可是到現在到了選舉的時候 突然就有這樣的論調 重點是他其中提到的 小燈泡的這個兇嫌 王瑾玉 他目前是二審判無期徒刑 上訴三審撤銷原本的判決 發回更審 但是當時判這二審的時候 是無期徒刑 院長突然現在說 這個一定要判死刑 那難道他的這個法務部 難道司法的體系 能不聽院長的說法嗎 那針對蘇貞昌這兩起的說法 我們現在是去連線 國民黨的發言人洪孟凱 孟凱你好 是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洪孟凱 孟凱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蘇院長講到了這樣的話 他暗指說幫他辯護的律師 是魔鬼 是一一現行 你怎麼看 因為一般我們都知道說 律師不管說被害人犯了多大的罪 其實都是有義務 有這個天職要幫他們辯護的 是啊 這個讓我想到 真的非常的匪夷所知怎麼會明明是一個 也是有律師身份的蘇貞昌 蘇院長就要講出這樣的話 那我自己本身 我太太也是律師 所以說律師 他就是一個職業 那怎麼會說幫這個任何的這個當事人 你因為我們這個台灣也好 或者說其實世界各國 大部分都是所謂的無罪推定 在還沒有做審判之前 法官還沒有做三審定驗之前 其實都應該是認為是說當事人是 所謂的一個無罪的部分 那尤其律師他辯護 他就是所謂的這個為當事人辯護 所以說如果說任何的律師 為當事人辯護就是所謂的這個魔鬼的話 那真的就是打全部全國的律師的一個大耳光 所以說這第一點部分 真的是蘇貞昌講這樣的話 真的是有所謂的一個政治目的跟動機 那第二個部分呢其實他是非常有巧妙的政治操作 怎麼講呢其實從上個禮拜 一開始的時候陳同佳這個事件 大家記不記得這其實是中華民國政府跟香港政府這邊的一個互相的民進黨政府這邊互相的一個 算是案件上的一個攻防 可是他在禮拜五的時候突然間又把馬英九給扯過來 我就想說真的已經執政了三年多了 怎麼現在都還要再把馬維拉給請出來 這一點不就是又讓大家覺得是說模糊了焦點嗎 那現在看媒體版面上一部分看到的是馬英九 一部分看到是蘇貞昌即使馬英九又在解釋說明了 但是可能會對於有一些民眾 他比較沒有follow這樣一整完整的新聞的話 他可能就會覺得是說 這是不是又是所謂的這個藍綠互相的立場的不同的一個攻防 但忽略了是說這其實是現在執政黨的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他們應該要負起的責任 所以說在這個巧妙的安排裡面 我覺得這是充滿了精準的政治算計就是要打模糊仗 因為把陳同佳這個事件在上個禮拜相對來說 對於近期內蔡英文是一個大扣分的一個案件 但是他可以很巧妙的透過蘇貞昌將的一個操作 然後變成是說把陳昌文給拉進來 把馬英九給拉進來 好像變成是藍綠互相政治立場不同的一個攻防 所以說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實在是政治操作的意味 會太濃厚了 所以整個總歸講起來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真的蘇貞昌他的這個護駕心態非常的明顯 那就是要護誰的駕 護蔡英文總統民調的駕 尤其是現在在距離明年1月11號投票 只剩76天的時間 所有的這個問題 可能都不及說蔡英文要連任過關來的重要 所以說也無怪乎蘇貞昌這個位為行政院長 但是東扯西扯就是沒有辦法說明清楚說 到底這一件事情的這個來龍去脈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蘇貞昌的發言實在是非常的不妥當 孟凱那大家說如果要指控的話 尤其是像行政院長 他要做出一個重大的指控的時候 應該要更有證據 他用的字眼又有一點曖昧 他說這個馬英九跟他的密友律師 用密友這樣字眼就很奇怪 其次他說他已經到了這個 說這個案子密友律師 已經到過香港去幫港府要做解套 可是陳昌文他特別 就寫了一封信 他說已經一年沒有到過香港了 所以包括他的用字 包括他指控的證據的部分 是讓大家有打上一個問號 那蘇貞昌還特別講到說 他所謂的這個不是說 他不能幫休守辯護 而是說他針對他魔鬼的部分 是他說他到反送中 去幫港府來解套這個層次 那你怎麼看蘇貞昌這幾個問題 你看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講 他就完全是做政治操作 先講第一個部分 他其實他也不提到是 完全忽略說陳昌文律師的 他這樣的一個專業的個性 專業的一個職業的角色 而是他故意用馬英九的密友 這樣的一個字眼 他就是想要貼標籤 再來第二個部分 就是他蘇貞昌 他其實從頭到尾沒有任何的真評實據 但是有的是什麼 有的就是他現在的一個話語權 跟只要先打尾桃 先搶先說了之後 那就變成是說換馬英九這邊 換陳昌文這邊 就要盡力的來去做成績 那尤其是這一件事情 其實從頭到尾跟馬英九 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我還是要強調 從頭到尾上個禮拜一到現在 這件事情的爭議在哪裡 爭議在於是這個陳童嘉 他的這個犯罪的事實是在臺灣發生 但是因為他回到了香港 所以說我們才會有這些的討論 但是這過程當中跟現在執政的蔡英文政府 跟民營政府是有相關的 但是跟馬英九是沒有相關的 可是因為蘇貞昌出來來打模糊仗 讓他變成媒體的呈現上 又好像又跟馬英九 又跟陳昌文有相關 那有些人可能不明就理 又會被帶風向 所以我想種種的過程當中 真的已經忽略了所謂的律師專業 也忽略了這個行政院長的高度 而只剩下的就是這個選舉的語言 跟充滿政治算計的一個過程 也因此我們才會講是說 蘇貞昌到底現在做的是行政院長 還是做的是蔡英文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真的大家都看不清楚你知道嗎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真的還是呼籲這個國人 真的要有一個自己的清楚的一個 這個政治判斷 因為唯有這樣子我們才可以理解是說 在是非分明的一個情況下 絕對不能被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 給帶風向 這樣子才不會被牽著彼此走 孟凱還有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蘇院長後來在上禮拜五 打詢的過程當中 他被問到這個死刑的部分 他講了兩個案例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小燈炮的凶險 那因為小燈炮凶險 在二審的時候 已經被判無期徒刑了 現在是發回更審 那在這個階段 行政院長他認為說 像這種案件就應該要判死刑 你怎麼看院長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就是說蔡英文政府 他其實從上任以來 他一直像志豪的 就所謂的一個司法改革 但是司法改革 我們覺得最重點在於是說 就應該是就法論法 依法行政依法處理 所以我們所有的國人 應該都有唸過這個國中有一個 這個課文叫張氏之執法 因為我到目前都背著非常清楚 就是罰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經法如此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尚死力諸之責己 不要念完 好厲害 但就是說這個傷勢之執法的重點 再一次說就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不要因為任何的個案 而有所改變那個審判的條件 那一樣的道理就是 我認為說蘇貞昌在這個行為上面 他有一點點想要 又是為了這個所謂的選舉考量 因為過去可能很多人會認為是說 在民進黨政府這邊 他們比較佔的立場 是所謂的一個費死的立場 那但是對整個國人來講 其實大多數的國人 還是希望是公平正義是可以伸張的 就是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殺人長命這樣子的一個 應該是這比較補視價值的一個部分 那現在蘇貞昌他利用這樣的一個 國位質詢的一個時間 他去針對個案來去做一個說明 個案來去做一個批評 或是來做一個這個解釋 其實就已經很不得體了 因為他畢竟他是行政部門 他不是法官 他其實不應該是針對個案 來做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部分更是說 他是不是想要利用這一個空間 來去也對一些國人 就是說反費死的這一些人 來去做一個政治上的一個表態 或是政治上的一個討好 這個不得而知 可是說這樣的一個操作 其實是跟過往比較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很難去想像是說 一個人的立場 或是一個政黨的立場 會因為選舉到了就變來變去 但是確實在過去這幾個禮拜看下來 現在民進黨上下 我都講常講是說 他們都已經進入的這個選戰模式 所有的一個決策發言或是討論 其實都是以選票極大華來做考量 好 謝謝孟凱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孟凱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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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